高雄市教育局为了感谢对教育贡献有功的人士 特别针对个人及团队颁奖表扬 其中张天雄和张竹仪妇女两人 因为长期关心偏向学童的发展 协助他们建立自信获得肯定 张竹仪更同时获得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两项大奖的殊荣传为佳话 表扬对教育界的有功人士和团体 高雄市教育局特别颁发 社会教育 艺术教育和家庭教育极优奖 其中十年来长期对偏向学童投入教育关注的 吴曼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庄天雄 和女儿张竹仪同时拿下三个奖项 成为媒体采访的焦点 我们之所以就是想为偏向努力 我们刚刚有谈过 就是说从八八水再开始 我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就来做偏向教育 一直到今天 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女儿竹仪 她从小学小一小二的时候 就跟着我一起去偏向 然后她也耳濡目染 我也不敢说给她什么 但是她看到她自己有心里面 就悄悄地立了一个心愿 就是她也希望能够效法 我一起去做偏向的教育 结果就促成了这一次 三个奖项的出现 张天雄除了带领偏向学童 出版两本摄影公事书 开发学童文字和艺术的天分 获得艺术贡献奖的肯定之外 她就读高中的女儿 也跟随脚步走进偏向 在母亲和社区妈妈的陪伴下 为偏向学童 办理了圆梦舞台走秀课程 透过艺术活动的参与 建立弱势学童的自信 而获得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 两项大奖 主要都是就是觉得心灵的成长 对因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也是从别人那边得到回馈 那我觉得自己也是成长很多 所以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会继续下去 未来也是想要继续往社会福利 这一方面发展 那我接下来想要往方向是艺术治疗 教育局表示 这次获得表扬的团体或个人 在社会公益或艺术教育领域 都具有相当的专长和经验 不管对偏向或都市都无私奉献 希望未来能共同携手合作 将高雄打造成一座 充满正能量和艺术气息的城市 记者李正道黄莱军高雄报导